离开一切分别之者 你就突破时空 这样才能与诸佛菩萨 同时也与释法界一切众生 有很明显的感应 一个众生在迷惑颠倒的时候 不是没有感应 也有感应 不明显 感应里面说影显 影是不明显 这个感的力量很不弱 佛菩萨相对硬的力量也很不弱 为什么呢?佛菩萨是无心而硬 唯有无心才能够变硬 净虚空变发剂 真是所谓不识一人 这是真的 如果有无心而硬 那个问题就大了 必然有漏掉的 有疑漏的 无心而硬才是圆满的 为什么呢? 无心是真心 有心是妄心 有心就是有念头 妄心 无心是无念 无念是真心 真心便虚空发界 哪有不于一切众生感应道教的道理 哪有不于一切众生感应道教的道理 是无妄心的 是无妄心的 不是无真心的 是无 无明 不是没有绝招啊 如果把这个无看作空无 什么都没有了 你要果然达到这个境界 也不容易啊 即使达到这个境界了 这个境界是属于无想地 古报在四成无想天 外道天 能有错量 无想无念 而外面的境界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这个就是对理 聚而道同时 聚而常道 道而常吉 吉道同时 总继